各位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會開始進入到機器人的安裝 不過一開始我們會先檢查硬體 那我們檢查硬體包含了我們的機器人的大腦 然後還有機器人的這些零件 那第一個我們先檢查大腦是不是正常 那我們會先檢查Link 7697 我們方式會確保我們的程式有辦法正常上傳 那通常我們在做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程式是最常使用的 它叫Blink 因為它可以確保我們程式上傳上去之後 那你可以不用安裝其他的其他的感測器 那就知道說它是不是正常 好那這個軟體這個程式在哪裡 我們在檔案當中尋找範例 範例裡面會有一個01Basics 那你去找到第三個Link 點下去 我沒點了 因為我現場這個就是 那這程式做的事情很簡單 它就是純粹去告訴LED的這個 內建的LED 叫它做什麼事情 叫它閃 先讓它亮起來 high的亮亮了之後亮1000毫秒 就是1秒的意思 然後再按1000毫秒 就是按1秒 所以這個程式所做的事情就是閃光 亮1秒 按1秒 亮1秒 按1秒 這樣持續不斷的動作 用個loop把它包起來 就是重複的在做loop的動作 好那要上傳之前先確保第一件事情 一步步檢查 你的Linked已經接好了 這都接好了 然後呢 你要確定的是你的在工具當中 你的開發板是Linked7697 你的序列部這邊是有的 這兩個都有之後 接下來你的程式也都有準備好 那麼接下來就直接按下上傳 好 按下上傳之後 它會先去把這個裡面程式變成機器可以讀的懂的程式 因為這是人讀的懂程式 可是機器其實是讀不懂的 那這個Arduino這個叫IDE 就是它這個程式編輯的頁面 這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把它變成機器能夠懂的 好 現在在上傳了 上傳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畫面出現什麼事情 在這裡它會閃 閃的 上傳中 剪錯 在這裡會閃 好 閃完之後其實它就已經上傳了 那現在雖然程式很短 但其實上傳還蠻長一段時間 好 上傳完畢 上傳完畢之後 我們剛講程式就是閃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它在這個地方就會亮一秒 按一秒 亮一秒 按一秒 那如果你在上傳的時候遇到失敗 就是它這邊出現紅色的畫面 跟你講說上傳失敗啊 或沒有上傳之類的 那就檢查一下 剛剛我們這幾件事情是不是沒有做 通常是你這邊可能沒有選到 或者是你的這邊的按鍵 這裡按鍵 這裡的東西你沒有接好 所以要檢查這件事情 都檢查好之後再按一次上傳 通常就可以成功過去了 如果你這邊已經成功的話 代表你的大腦正常 機器的大腦正常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會來進行機器的校正 那進行機器的校正的話 我們會用一個叫Auto的校正的程式 超高碼步 應該這邊也可以找得到 超高碼步 然後你可以找 Celebration 就這個 所以你就從這邊找到它 好 那這個找到之後 剛剛的Blink就可以關掉 我先把不需要的先關掉 好 找到它以後 接下來你只要改一個地方 就是在這邊第18行 好 那你可能這邊沒有行號對不對 我教你開一個東西 檔案偏好設定 然後這邊有個顯示行數 你一開始的樣子應該是沒有行號 所以這邊偏好設定 顯示行數 就看到有行號 這樣子溝通比較方便 然後第18行這邊應該會看到一個 你的名字這邊不會是這個啦 那我已經改過了 請你把那個雙引號中間的東西 改成你自己熟悉的名字 那像我就改成Sean 那你自己改成自己知道的名字 好 這邊改好以後 其他地方不需要改 其他地方不需要改 接下來就做一件事情 很簡單 確認你的開發版序列部都正常 應該剛剛沒改過 這些都不用改了 但你還是看一下 那接下來就按一下上傳 那這個上傳 程式比較長一點 所以上傳會比較久一些 這時候就好好發呆吧